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where is my car 对不对 where is the 什么什么 ok 那么这个的回答就是it's in the 它在哪呀 它在什么什么里面 还是在什么什么上面呀 it's on the 什么什么 ok 上一节课还学了两个在口语中呢 用的比较多的句子 一个是let's go home 我们一起回家吧 一个是sealy me 哎呀 我真糊涂 ok 然后三个方位介词 under in on under呢 是在什么什么下面 in 在什么什么里面 on 在什么什么上面的意思 ok 那么 啊 首先呢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把这几个方位介词给彻底弄清楚啊 我们可以看到一只可爱的小鸟 然后呢 小鸟呢 就有一个鸟窝 对不对 那么之前我们都是用盒子和球来画 这一节课呢 我们用小鸟来看一下 看是不是更能够理解呢 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只小鸟它开心起来呀 它就飞飞飞飞到了这个自己的鸟房子的上面 在什么什么上面 我们用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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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时候天气冷了 冬天了 下雪了 那么小鸟呢 就不能够再开心的飞在房子上面了 它就躲到房子里边去了 这个时候呢 在什么什么里面 我们把它叫做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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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什么里面 ok 那么小鸟呢 有时候飞着飞着呀 就想 哎呀 夏天太阳太晒了 我在这个房子下面乘凉 在什么什么下面 我们把它叫做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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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些词啊 尤其呢是除了desk课桌以外呢 我们经常遇到的就是这个椅子 对不对 那么这个椅子英文呢 我们一直没有好好的来学习一下 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学习一下 这个单词 叫做椅子 C-H-A-I-R Chel Chel Ch呢发什么音呢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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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呢是一个L的音 那么合在一起就是 Chel 椅子 Chel 椅子 Chel 椅子 L Chel 椅子啊 椅子 Chel 那么客桌这个单词呢 我们之前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具体详细的学习 我们把它过一遍 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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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桌 那么我们看到书上的这一幅图呢 嗯 一只小松鼠站在什么上面啊 Desk 而且是on the desk 有一个bag 一个书包 也是on the desk 这里呢 那么有一个Chel Chel 是椅子 对不对 刚刚写的啊 Chel 椅子 那么在上面呢 有三个鸟房子 那么有一只鸟站在房子上面 叫做on 有一只鸟躲在房子里面 叫in 有一只鸟飞在房子下面 我们叫under 那么这里呢 小松鼠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Where is the ruler? 小松鼠 小松鼠回家发现它找不到尺子了 于是呢 它到处找尺子 把书包呀文具盒都翻出来 就是找不到尺子 那么尺子到底去哪了呢? 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只小鸟看到了 它就告诉它 It's under the trail It's under the trail 它在椅子下面 It's under the trail 那么我问你一句 Where is the bag? Where is the bag? 包在哪儿? It's on the desk OK 那么学会这样的对话和句子 下面呢 是Let's do 这一部分 Let's do就是 我们一起来坐一坐 那么这里呢 有四个动作 看同学们怎么 坐一坐啊 那么首先第一个动作 Put your foot under your trail Put 是把什么什么东西放在哪里 Your foot Foot 是什么呀 脚 对不对 把你的脚放在哪里呀 放在椅子下面 Under your trail Under your trail 放在椅子下面 Put your foot under your trail OK 看第二个动作 Put your hand Hand 是什么 手 On your tail 把手呢 放在椅子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Amy呢 就把手放在椅子上面了 第三个动作 Put your arm Arm 是什么呀 手臂 In your desk 放到你的 这个 客桌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张鹏呢 就把自己的手臂 放到客桌里边去了 最后一个动作 Put your hand Under your desk 把你的手 Hand 放在客桌下面 看到最下面这里呢 Mike呢 他就把自己的手呢 放在客桌下面了 那么这里呢 是四个指令啊 那么我们同学们呢 可以分成一组 比如说你和Amy 或者你和你的同桌一组 然后你就开始说 Put your foot under your tail 他就马上要把脚放到椅子下面 如果你说 Put your arm in your desk 他就要马上把手臂 放到客桌里面 如果你说 Put your hand on your tail 那么他就马上要把手 放到椅子上面 一起玩一下这个 Let's do的游戏 课后作业留给你们 OK 下面一部分叫 Let's spell 之前呢 我们学习了三个原因的发音了 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O这个原因的发音 O他问你 你们知道我在单词里面 怎么念吗 OK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一个词 小狗叫做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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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盒子我们叫做 Box Box 还有橘子 我们叫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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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身体 这里有个机器人 然后身体的部位 我们把它叫做 Body Body 身体的意思 OK 我们首先一起来 拼读一下这几个单词 首先第一个 Duck D O G Duck Duck 那么O在这里面发什么音 D O G Duck O的音对不对 OK 我们来看这个 盒子 Box B O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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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在里面发什么音 O的音 再看这个橘子 O RING G O O在里面发什么音 O的音 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 身体 Body B O D Body Body O在里面发什么音 发的都是这个音 叫做 O O 说到这个音 说到这个音呢 同学们可能就会想到拼音里面那个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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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这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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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 Body Dark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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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那个橘色的盒子 而不是橘子盒 The orange box See the dog 看这只狗 See the box 看这个盒子 See the dog On the orange box 看这只狗 在橘色的盒子上面 On the orange box 橘色的盒子上面 OK 那么我们 首先来跟着 习小师慢读一遍 然后我们再来拍手读一遍 The dog is on the box The orange box See the dog See the box See the dog On the orange box OK 把小手拍出来 The dog is on the box The orange box See the dog See the box See the dog On the orange box OK 你是不是也能顺畅地 拍出这个顺口溜呢 接下来是一个 Read, listen and number 的部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一共有两大题目 每一道题目里面 有四个单词 那么接下来 首先我们read 把这些单词都读一遍 第一题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 box box 第二个单词 dog Duck 第三个单词 door door 第四个单词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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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题 第一个单词 on on 第二个单词 body body 第三个单词 orange orange 最后一个单词 box box 那么我们读了一遍 这些单词以后呢 接下来完成 listen and number 接下来呢 两道题目 你会替CC老师 分别念一遍 但是呢 CC老师不会完全 按照这些 单词的顺序来念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单词的前边呢 有一个小框 那么你按照 CC老师念的顺序呢 把一二三四的续号 编上去 明白了吗 每个单词只念一遍哦 number one 第一题 box door dog mom number two 第二题 body on orange box OK 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两道题目 首先第一题 我念的是 box box 所以呢 在box 前面标一 第二个我念的是 door 而不是dog door和dog 要分清楚 door呢 是洋娃娃 那么二呢 写在这里 接下来念的 才是dog 最后一个念的是 mom 妈妈 所以呢 第一题正确答案是 一三二四 你写对了吗 第二题呢 第一个 CC老师念的是 body body 所以呢 一在这里 第二个老师念的是 on 第三个老师念的是 orange 第四个老师念的是 box 所以第二题正确答案是 二一三四 我相信你应该写对了吧 OK 那么接下来的课堂念习呢 是这四个由O组成的词语 那么我们要来学一学 它的书写体 OK 书写体并不陌生 我想前面三个单元 我们已经学的 应该写的不错了 那么 再来跟我写一遍 这四个单词 从dog开始 首先 D O G OK 要按我的顺序来 然后box B O X 然后body B O D Y OK 要按C小时的笔画顺序来 最后一个orange O R A N G E OK 那么打开你的四线格本 多练习一下 这四个词的书写体 课堂小节 我们复习一下 这一节课 我们巩固的一些知识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三个借词 对不对 on and under 在上面 在里面 还有在下面 不多说了 第二个 学的词语 Desk and chair 我们每天去读书 都要用的 课桌 Desk 椅子 每天都离不开他们 OK 第三个 也就是我们本单元 比较重要的两个句型 一个是 Where is the ruler 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 Where is the ruler 尺子在哪里 回答 It's under the trail 在椅子下面 接下来呢 就是 Dark box orange body 中 O的发音 发什么名呀 O O 最后面我们学习了 Dark box orange 和body 的书写题 希望同学们 多在四线格里面 写一些 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那么这一节课呢 到这里 又告一段落了 不知道 你学的怎么样呢 课后请 按时完成 我们的课后习题 OK See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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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